后面拿了啥呀 给你买了个礼物 我买了礼物啊 大家好我是阿波 刚从外面回来 这几天行的温度太高了 昨天我都差点中暑了 大家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 今天陪睡到医院称了下体重 跟怀孕前比较起来没什么变化 没长体重 问了下医生 医生说正常的 有些人还减轻了体重 我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东西给他吃 但是今天到外面去买了个礼物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本来是说让我陪他出来走一下 我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 真的不敢让他出来走 要走的话还是 早上或晚上出来小区里溜达一圈也可以 现在真的不敢 还是让他在家里吹吹空调 哎呀汗滴滴的 阿波回来了 后面拿了啥呀 给你买了个礼物 我买了礼物啊 对 什么礼物啊 你自己看 包装这么好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哇 哇 这是什么 你已经买夜窝了 对 买给你吃吃看 这很贵的吧 还好 还不开心 还跟我说不知有事情要办 原来都是去买夜窝了 给你吃吃看 你怎么不开空调啊 这么热的天 我开了 我开了以后我就把这些窗户 偷偷气 总不能一直待在空调房里 也不好的嘛 太热了呀 我怕你中暑了 不会我吹着电风扇 然后再热我等会再开空调 你看你满多多水汗你吹一下 吹到电风扇吧 我们是有点热的 真是的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 你把这放好 明天就可以拿来吃了 还没真真诗试试吃过燕窝呢 这得怪我 那不是 应该让你早点吃上这个 那一般人 哎呀一般也不舍得吃的 哈哈哈 早 好 那我就先放下了 嗯 放下来了 哈哈哈 刚才蛮开心的 开心就好 到时再看看怎么做 哈哈哈 我也不懂哎 对到时我 我上查查看怎么会给它 煮出来 快点赶紧散下电风扇 哎呀好热的 外面好热的呢 都没什么人出来 席子都是热的 对啊 衣服我刚才还感觉都是热的 我手机都发烫了 是的很热啊 准备做晚饭了 对 今天早上买了一些鲍鱼 手机一个 做鲍鱼啊 对啊 是不是做那个蒜蓉粉丝鲍鱼 嗯今天不这么做 那怎么做啊 做个下饭菜 嗯鲍鱼炒青椒 怎么样 鲍鱼炒青椒 我还第一次听说 想不想吃吃看 期待一下 我现在这么吃啊 好 我给它准备一下 这排骨放哪里炖呢 放钢压锅里啊 电蒸锅 电蒸锅能炖的熟吗 能炖的熟吗 我现在就放下去炖嘛 哦好 你都没加油 把这个辣椒炒这个虎皮辣椒 好吃 我还把你拉的 我开眼睛 对我本当有趣 我用来看 酒 什么 我和你煮好 我不行了 我最近在鱼 我身边是做的 洗面 chapter 1, cryptocurrency, 牛乳酪糖, 煎乳酪糖, 椎分, 油, 抽, 醬汁, 竹汁, 它是一碗, 媽, 这冬瓜是很烂的 跟豆腐一样的 吃起来排骨烂没烂 肯定烂的 怎么样 熟的 熟的 排骨是熟的 但没有说很烂很烂 这汤喝喝看 嗯 多吃点 好烫 怎么样 下次我要是再炖 我就早点给它炖上去 炖久一点 对 我好想吃一下这个 被你炒得好有食欲 怎么样 好吃 那就好 以后多吃点 我们变个花样做 就是辛苦你 我就怕想不出来做什么菜 我知道 有辣椒清香 但也不会很辣 你们看满头都是汗 爽 好喝 好喝 慢慢吃很烫 这辣椒有点辣的 你多吃鱼跟肉 好 辣椒留着我吃 好 辣椒你也少吃 好喝 哇 算 今天吃完要去跑步吧 要的 现在已经坚持了好几天了 很多人都说我没有剪下来 感觉我胖了 其实还是在坚持的 每天半小时跑步 最近天气好热的话 跑起来的话汗出的多 主要是小区里跑步的人也很多 对 看到他们跑就很想跟着上去一起跑 所以热手的很成功 哈哈哈 这大蒜我为什么 要是10分的话 今天这些菜10分的话 你答几分 11分 为什么11分 因为有爱呀 你看都色香味俱全 都很好吃 那你多吃点 这么热天气做饭都是因为真爱 哈哈哈 哈哈哈 应该不然多热呀对吧 只好好吃就好 好吃的啊 嗯